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规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拜登政府要求法院暂停审理有关WeChat和TikTok的案件 拜登政府11日要求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暂停围绕特朗普政府试图禁止中国 腾讯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海外版WeChat的诉讼 一天前 拜登政府要求另一家法院暂停审理有关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案件 因为拜登政府需要时间来审议特朗普政府禁止这两个应用程序的提议 美国司法部11日在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法律文件中说 随着拜登政府上任 商务部已开始审议该部最近公布的一些行动 包括商务部长对法院暂缓执行有关WeChat禁令提出的上诉 关于这些禁令 该部计划对有关这些禁令理由的基础记录进行评估 届时 政府将能更好地确定 总统2020年8月6日行政命令中描述的国家安全威胁 以及保护美国人民及其数据安全的监管目的 是否仍为上诉禁令的依据 这份文件补充说 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强有力地捍卫国家安全 确保美国经济的活力并维护个人权利和数据隐私 去年9月 就金山的一名联邦法官出于对第一修正案的担忧 而阻止执行特朗普政府对微信发出的禁令 特朗普总统在任时曾要求将中国公司字节 票洞拥有的TikTok分拆成一家由甲骨文和沃尔玛部分拥有的新公司 但这个交易从未得到特朗普政府的最终批准 目前仍在另行审批中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时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 政府正在评估包括TikTok在内的美国数据面临的潜在威胁 我们将以果断和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些威胁 对于要求出售TikTok的计划 拜登政府并没有采取新的积极主动的步骤 华尔街日报10日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在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措施进行广泛审议之时 要求将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包括甲骨文和沃尔玛在内的美国投资团体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由于担心拜登新政府的政策对中国不够强硬 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2月4日 对拜登总统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雷蒙多的人士确认程序正式提出暂缓处理要求 克鲁兹说 他对雷蒙多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深感担忧 在确认听证会上 雷蒙多拒绝承诺将继续把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列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上 而是表示他将重新审视有关决定 与国会进行商讨 向业界和盟友咨询 最后再评估并制定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最为有利的政策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中国全面进播BCC世界新闻台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2日零时零分宣布 不允许BBC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 对其新一年度落地申请不予受理 中国批评BBC相关新冠病毒疫情 以及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报道 香港因受影响 该地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随即宣布 12日晚上11时开始 不再转播BBC国际频道和广东话节目BBC时事业周 BBC发表声明称 我们对中国当局决定采取这一行动表示失望 BBC是世界上最受信赖的国际新闻广播机构 在世界各地采访的故事都是秉持公平 不偏不倚 无所畏惧也没有偏谈 商业营运的BBC世界新闻电视台 在全球以英语广播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被禁播 大部分中国公民无法收盼 只有个别国际酒店和外交机构提供相关频道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称中国的决定 是无法接受的剥夺新闻自由 月初 英国通讯管理局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拍照 而引发中方强烈反应 英国通讯管理局称 拥有执照的新华传媒对CGDN不负有编辑责任 但英国广播法规定 执照持有者必须对其服务和编辑政策有控制权 CGDN早前 亦被指违反英国广播规定 播放英籍私家侦探韩飞龙 被强迫认罪的视频 针对北京的最新举措 美国国务院予以谴责并称 这是中国进一步去打压媒体自由的举动 中英双方近期就香港问题导致关系严重恶化 北京在去年与香港实施备受争议的国家安全法 打压民主运动 今年一月 英国以中国打击香港的人权 自由为由 为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人士 及其直系亲属提供新签证待遇 放宽他们依据英国的规定 540万香港居民符合资格 过去两年 中国有系统的性质外国媒体 包括在2020年驱逐了来自三家美国报章的记者 BBC网站和APP 早已在该国背禁 BBC本月初的报道称 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存在系统性强奸 性侵和虐待行为 中国外交部反驳指相关报道市价新闻 上个月 美国指中国打压维吾尔族及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 形容是种族面诀 根据估计 超过100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曾被关押在中国的再教育营 而中国否认迫害维吾尔族人 去年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BBC安特鲁马尔秀节目中表示 新疆没有所谓的集中营 现在有许多针对中国的虚假指控 并称在中国 为族人与其他民族一样 在法律下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巴西亚马逊变种新冠病毒传染力比原病毒强三倍 巴西卫生部长帕洛组11日表示 在巴西亚马逊地区发现的新冠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比原始病毒高三倍 但他也强调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 现有疫苗仍能有效预防变种病毒 帕洛组并未公布他所引述的研究报告来源 以及报告中针对哪些疫苗进行了研究 巴西当局正对帕洛组展开调查 以确定他是否虚伪亚马逊州首府马脑斯的疫情恶化承担责任 今年1月 马脑斯的医院不堪复刻 氧气储量不足导致多名患者缺氧窒息 调查人员正在确认卫生部门是否未善尽职责防止当地医疗系统崩溃 帕洛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 马脑斯的新冠病毒感染率过去几个月突然激增 但已经获得控制 日本在今年1月宣布发现巴西亚马逊变种病毒 当时4名由巴西入境日本的旅客被检验出感染新变种病毒 这4名日籍感染者是由亚马逊地区出发前往日本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近期的分析显示 亚马逊周内90%的感染病例应该都是新变种病毒造成 亚马逊变种病毒目前不仅已扩散到巴西其他地区 全球多个国家也检验出该病毒 大约三周前 巴西开始施打中国科兴生物以及英国阿斯利康开发的两款疫苗 巴西不谈谈研究所周一宣布就科兴克尔兰福疫苗 对亚马逊变种病毒的有效性展开研究 预计在两周内将得出结果 负责在巴西生产阿斯利康疫苗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表示 该基金会也针对疫苗对亚马逊变种病毒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 并且将样本送往牛津 根据巴西的疫苗接种计划 半数民众将在6月前接受注射 并在年底前为剩余人群完成疫苗接种 尽管如此 巴西目前购得的疫苗只能满足半数人口的需求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巴西已累计超过970万感染病例 逾23.6万新冠确诊患者死亡 德国在1月底首次检出巴西亚马逊变种病毒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缅甸网络安全专家执政 中国正帮助缅甸军方建立防火墙 缅甸政变的军方政府即将通过一项严厉的网络审查法案 引发了国内外社会的普遍反对 仰光的一位网络安全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向缅甸军方建立网络防火墙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援助 这名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中国的IP技术人员和硬件设备 已应缅甸军政府的要求抵达当地 以配合军方尽快落实所谓的网络安全法 打压互联网上的意见和民主抗议活动 受访者说 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防火墙设备 这些防火墙在过去两天开始 被送到网络服务商 以及Odo和Planer等电信运营商那里 所有这些防火墙设备 被指示在2月15日前投入使用 路透社获得的一份36页的 理议法案副本显示 该法律将要求面电的网络服务商 和电信运营商在政府指定的地点 存储用户数据三年 新规则还要求运营商根据任何现行法律 向当局移交信息 并赋予政府对威胁电电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案件 进行待遇的权利 如果因为能依法管理数据而被定罪 个人可能会被判处最高三年的监禁 或最高1000万免元 7500美元的罚款 或者两者并法 受访者介绍说 上述要求将由中国提供的网络防火墙设备进行监控 最新技术的防火墙有一个功能叫深度打包检查 他们可以访问这个流量 你可以开始看到什么数据正在传输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想用最新的技术来控制互联网 这些硬件设备可能来自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但尚无法确认 近日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上流传的照片显示 工作人员从中国落地缅电的搬机上卸下树香货品 缅电民众质疑这是中国用来协助断网的技术设备 中国否认上述网络传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他没有听说过中国向缅电方面提供设备和IT专家的消息 在缅电问题上有关中方的布置消息和谣言 请大家不要轻信有关说法 中国政府有相当丰富的互联网审查经验 因为网络防火墙的存在 中国大陆居民无法使用脸书 推特和Instagram等西方社交媒体软件 中国国内的媒体 社交软件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同时 中国在缅电拥有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 在国际社会猛烈批评缅电政变之际 中国被视为该国军事独裁的主要捍卫者 全球最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正加入缅电民间组织 反对军政府提出的网络法 称这些法律将违反基本人权并损害经济 亚洲互联网联盟11日表示 立意的法案将赋予军方前所未有的审查权力 并侵犯隐私 违反民主规范和基本权力 该联盟的成员包括苹果 脸书 谷歌和亚马逊 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将严重破坏言论自由 是多年进步后的倒退 我们敦促军方领导人考虑这些弥义法律 对缅电人民和经济的潜在破坏后果 超过150个缅电民间社会组织时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所谓的法案包括侵犯人权的条款 包括言论自由 数据保护和隐私的权利 以及其他民主原则和人权 为了镇压意见 缅甸军政府在政变后 一度中断了互联网服务 并在上周下令封锁当地对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的访问 脸书在缅甸拥有超过2100万用户 几乎占人口的40% 是许多当地人连接世界的主要入口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东京奥运组委会主席 森喜朗因性别歧视言论轻辞 东京奥运组委会主席森喜朗因性别歧视言论 饱受抨击 宣布在12日轻辞 奥运会距今只剩下5个月就要开幕 由谁来接替森喜朗的位置 却意外地曝露了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今年高龄83岁的森喜朗曾任日本首相 在2月3日日本奥会考虑将女性理事提高到40%的目标时 一度遇出惊人 说女性话多 如果不限制女性发言时间将让会议无法结束 此番言论引起日本民众不满 民调显示于六成民众认为森喜朗不适当 知名女性政治人物东京都知识小池百合子也扬言退出本月的东奥四方会谈 丰田汽车作为奥运主要资方之一 平时不评论政治 其社长丰田张南却也罕见表示不赞同森喜朗言论 面对多方舆论踏罚 先前只道歉不请辞的森喜朗 在2月11日接受日本北国新闻社采访时透露将在12日请辞 路透社报道 日本足球协会主席川渊三郎被指派填补森喜朗死之后空缺 川渊三郎说 森喜朗先生直接切入正题 说现在发生这样的事 我希望你接受 我想到他有多难受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川渊三郎说希望森喜朗死之后仍能担任顾问协助奥运筹办 12日 日本媒体富士电视台报道 日本政府将试图阻止川渊三郎接任森喜朗职务 川渊三郎现年84岁 年纪比森喜朗还大一岁 他曾在1964年代表日本参加奥运足球赛 也是前任日本足球协会会长 川渊三郎可能接任的消息再度引爆性别不平等的讨论 日本各界至一位和森喜朗的空缺不是由女性接任 媒体甚至立即列出三名女性适合者 1988年奥运柔道铜牌得主山口香 1988年奥运花式游泳双人与团体铜牌得主小股是壳子 2000年奥运马拉松金牌得主高桥上子 三人都曾代表日本参与奥运比赛 而且至少比川渊三郎年轻一轮 森喜朗失言风波将日本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拉到美光灯下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 日本在153个国家中排名121位 尽管日本民间广泛批评森喜朗发言 但大部分决策者如日本首相菅义伟 却仅是言于谴责而无实质作为 日本东京奥运将在今年7月23日举行 预计将有1.1万名运动员参与 在奥运之后一个月 残长奥运也将登场 约4400名运动员参与 日本新冠疫情尚未过去 近日民调指出八成民众希望东京奥运延期获取消 仅15%民众明确支持东奥举行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